欢迎欢迎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董宇辉的同事 我叫东方小孙 公司CEO 别这样 咱们现在秩序变了 宇辉 你别这样 我害怕 我不习惯 你以前也不这样对我 你变化太大了 你能做自己吗 导演 来吧 宇辉 旁边是我的伯乐 在当年我还是个非主流的时候 孙老师一眼就向中了我 一看我这个脑子就不咋正常 然后孙老师也就喜欢这种 内心比较单纯 浑身都是力气 眼睛里头有着光的人 所以孙老师当年在西安学校 就一路带着我 然后当时承诺我的荣华富贵 到现在其实一个也都没有实现 因为我本人也在苦苦追求 所以后来长大了之后 岁月告诉了你男人的话 信一半 剩下一半就不要信了 他比如说孙老师 宇辉 我保证你这些年 人生会丰富的经历 确实挺丰富的 挺丰富 后半段叫荣华 这啥呀 这没有 但是这些年确实在新东方 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间 赤诚热烈 然后我们在这里又读了很多的书 交了很多有趣的朋友 我们在一段非常简单的历史长河中 简单的那么一个片段里头 我成长了 感谢旁边这个 这个比我长得还让大家感到难受的男人 大家为什么在这种晚上人数量最大的时候 让我出现吗 这充分说明了在我们公司长得好看的都被血藏了 我也不知道在天真姐那里 长得好看的艺人会不会被血藏 马天宇老师是天真姐旗下的艺人吗 不是是吧 是不是不是是吧 胡说的 你们俩胡说的是吧 你也不知道 创业的是吧 好没事 我们欢迎孙老师 别欢迎我 对对对 这个我也是一直在旁边看雨晖直播 对 雨晖非常的辛苦 并且不停的在直播间抱怨 我感觉这个场面近乎失控 胡说 这是我必须得挺身而出 虽然昨天余老师来也没有镇住你 谁给你胡说的 大家知道余老师昨天晚上也和董雨晖直播了一个多小时 结果就是给我带来了深刻的职业危机 全程挖坑 你知道余老师是怎么样陷害我的吗 你知道余老师是怎么整我的吗 你知道年轻人想保住工作多难吗 你知道我昨天到今天是怎么保住工作的吗 那咱俩 现在大家都能理解董雨晖他是火了 咱俩营 余老师呢对董雨晖现在也是无可奈何 咱俩免恩仇可以吗 我原谅你了 可以吗 对 你也原谅我 结果从昨天晚上余老师下播一直到我刚才上播 不停的在给我发各种工作指令 然后呢 不满意啊 最怕老板突然的关心 嗯 要不是余老师整天指导 兴许我们创业都成功 对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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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大家想到了葡萄会想到了久远的诗 想到了那些金鸽铁马的梦 好像干了这杯酒 好难胸怀向大海 从明天起我就要征战远方 守卫家乡 如果我回来了 请替我接风洗尘 如果没有回来 请记住 我去了远方 当然葡萄就是环境这下营兰特别大 环境包括温度阳光和下的雨 土壤条件 如果说这些不够的话 葡萄就不好吃 大家为什么说82年拿费好呢 你咋没有人说83年呢 82年天气好 所以好的水果都是好的天气 都是自然条件 不可多得 水果是自然的溃增 是阳光的溃增 就像有时候脱口而出的感受和诗句 其实是经历的溃增一样 不可多得 就是那一年 就是那年的你自己 就是当时的心境和内心的纷纷不平 才让你写出了那么深刻的诗句 后来你长大了 你可能不痛苦 不痛苦就写不出来了 所以发现 唐宋八大家里头有一个 大家看他一开始写的作品多好 后来生活好了 媳妇有了良田一大堆 加财文贯的时候 后来写的作品越来越差 痛苦才深刻 你看杜甫痛苦了一辈子 杜甫的诗就越写越好 所以这就是杜甫在天末怀李白时候写到的 李白跟渔王造反 据说被杀害了 杜甫想李白 大哥 以别好多年 我好想你 写了一句话 叫做文章赠命答 痴妹喜人过 就是你想写好文章啊 你就不要一辈子过得那么舒服 你但凡舒服 你就不痛苦 没有痛苦 你就缺乏感知力 不思考 只要不思考 你就没有表达欲望 你为什么后来沉默寡言呢 因为你生活顺遂 文章赠命答 你想写出好文章 你就得苦 越苦越好 所以苦的作家才写出好东西 大家知道 这个陈忠师老先生写白鹿元的时候 始终写不出来 写不完 改了又改 当时陕西那几个其他作家 你像贾评官对吧 路遥已经都成名了 但是陈忠师老先生的这个白鹿元始终没有出来 痛苦啊 当时为了让他这个能够专心的去写书 他媳妇办了养鸡场 操食家务 他也很痛苦啊 我作为个男的我不养家 对不对 然后据说在写到这个 路三用刀子把天小鹅戳死之后呢 他站在院子里放声大哭 感觉自己内心的情绪终于得到了书放 文章赠命答 出口就是道理的人 生活一定过得很惨 一定很惨 替他尝一下是不是葡萄味 万一是萝卜味呢 哎呀 这口是萝卜肉 再尝一个 哎呀 这口是红薯肉 再尝一个 啊 剩300的呢 这口应该是葡萄味的吧 我再尝一个 这个也是葡萄味 剩下这些我一会慢慢尝一下 我得替大家负责呀 1斤40多 我怕是买不起的 我这一顿吃饱 真好吃 别空手走啊 老板都来了 空手走 不好意思 在我们新东方内部的人看来呢 周成刚老师的书呢 应该是比于老师的书更加的畅销的 余老师这仅代表孙老师更是关键 我没说啊 你这么晚就已经来不及了 我得努力 你已经来不及了 我得努力 昨天余老师走之后 已经跟我暗示了 就是说这个对于董雨辉啊 一定要犀里有数 所以我现在很后悔嘛 我昨天不应该口出狂言 你已经来不及了 我这祸从口出 所以其实你昨天这个表现以后 我是特别的欣慰的 越描越黑 因为我本来感觉你现在这么火 我这个位置 因为大家有的老粉丝知道啊 这个 虽然董雨辉今天这么火了 但是我还是得像平常心一样对待他 对吧 我以前经常说董雨辉 该说说该问问 我说董雨辉在我们公司是总裁级主播 不你不是这么说的 怎么呢 孙老师说董雨辉 你如何是当年做一个管理者 做到如此的平庸 他说完之后感觉自己用力不到 措辞不准 他甚至顿了一顿 还转过头说 我说平庸都是在赞美你 完全不顾那一刻 做到后盘年轻人吸引的感受 大家看一看 稀碎啊 一个人 稀碎啊 一个人当翻身以后 会产生多么强烈的打击报复行为啊 当年一起看星星的时候 叫人家小甜甜的 后来做到后盘 管我叫牛辉 我跟大家澄清一下事实啊 董雨辉呢 当时 董雨辉有的时候 在吹嘘自己的过往经历的时候呢 总喜欢说自己当时是新东方 五万人的 体系内特别年轻的一个教学管理 有的不用说 五万一千人的 你让我说事实 咱们公司的 你这次火也是因为 你是个实事求是的人 善意的谎言 更容易被接受 但是呢 我当时是怎么鼓励董雨辉的呢 我说雨辉 情商高就是会说话 你真的非常不适合做管理 但是你特别适合 当一个好老师 然后呢 后来雨辉呢 来到东方真选 然后也一度向我暗示 老师 咱们这么多年 这么熟 对吧 你看这个 有没有什么好的岗位给我 是这样啊 最适合的呢 还是当主播 大家赶快去买书 买完书呢 手机一关就睡觉 下面这段 80岁以下 观众请在父母陪同下观看 我估计通过这条标准 很多朋友就睡了觉了 你看这个待遇也变了 现在提词器上 导演都是在警告我了 请CEO努力一下 对 三天前都是我安排导演警告你 你不要连累我们直播间了 我刚才卖货卖的挺好的 来右下角大家买一单 快 那会儿真的特别放松 我很庆幸 其实小时候能在农村长大 无所实事 作业也不咋血 而且不咋血 其实他们也没有说我 很感谢他们那时候没有逼我 那会儿让我更多的去亲近自然 其实我现在来看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时常你生活中不愉快 所以你想想那些 曾经你感受到的自然夸到时光 就非常的棒 在那个时候呢 人可能就感觉到 比较漫长琐碎且无聊吧 他会经常就抓上一把这个山楂 放在口袋里 然后自己嘴里塞一个 也给我嘴里塞一个 漫长的时间里头 他在那忙 我就悠闲地躺在那个草地上 然后有时候看着曲曲 从我的衣服上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然后发出清脆的叫声 岁月很慢 然后天空中白云流转 日光渐渐地滑向西方 然后呢父亲就一边在忙 忙一忙过一会儿 他就过来给我嘴里塞两个山楂 时光很慢 那种慢的感觉 就像莫奈去捕捉的每一个画面一样 我用光影的效果 留住了岁月 我唯独没有留住你 因为大家知道莫奈的西子 其实后来叙事得很早 因为肺结核 莫奈的西子应该是 所以你们家如果也是在农村长大 我觉得 我非常建议你 去给家里多注入几个果树 你知道跟孩子等待着这个果子 成熟的过程 其实充满了意义 他长大之后呢 可能会进入各个行业 有自己奔忙的事情 和想要创造的价值 但是他在回忆这些的时候 他应该是内心有一种 运动的喜乐 你觉得呢 反正我挺喜欢的 我还是挺喜欢自己 学习农村的生意经历 我感觉让我感到很真实 很踏实 所以时常的高楼大厦和 钢筋水泥的森林 让我不够放松了 所以周杰登唱得多好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乡下去了 听虫鸣鸟叫 有朋友说 东西会自自不提货 自自却在卖货 真的吗 对不起 真的吗 NICE 那种说李白不是刺客吗 李白是刺客 王者如药 是 王者如药的游戏里面是刺客 是个游戏 对对对 这不能说 很难过 我在这讲了半天 你告诉我 它是个刺客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代勾了吧 我不玩任何游戏 当然当年高中的时候 跟一群同学去网巴里 还玩过那个什么飞车那类 后来再也没有玩过 对不起 我没理解你的意思 李白确实是舞过剑的 但他的剑主要于表演性质居多 所以他写这个 十步杀一个人千里不留名 他有可能杀过人 有可能 但你要说专业的武艺 或者专业的剑术的话 有待商榷 对不起 这就是我们俩之间的这个代勾吧 你说李白刺客 我没反应过来 如果说我的孩子 一天长大 一提到李白 说他这个刺客 我应该还挺难过的吧 我觉得这么有意思 一个历史上的名人 孩子却只觉得他是个刺客 我会想到我错失的机会 想到我伤害的那些感情 我会想到很多东西 我在不断地 反复地想着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些回忆泛起 就像在远处的草丛里头 不断地 这个咀嚼着自己 原本咽下去食物的牛羊一羊 那个画面冲了美感 让你更好地消化它 接下来我们欢迎另外一个 这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一个灵长一味动物 实名老师 你看实名老师一出现 这首歌现在突然就已经不适合了 换一个猪八戒背媳妇那个 回高老状的那种也行 这样呢可能让大家更理解 实名老师平常的生活的这种状态吧 不容易 我觉得更真实一些 你非要把一个 非要把实名老师描述成诗人 诗人也不愿意 你昨天到底干什么了 就是现在到处都是这两个字 是吧 我给他们 教了点陕西话 对 但他们非要这样说 我说不要这样叫实名老师 实名老师也是有自尊的 对吧 实名老师也是个人的 实名老师也是人的 他也有自尊的 我发现今天到处都是这个话 就是连图书号上你知道吗 都开始不停的自知刷 就是你现在这个影响力太大了 害怕了很 不不这不是 这跟我没有关系 这就是他们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先问 对对对 没关系 好 下边呢 那你休息会儿 对 还是要跟我播一会儿 你想跟我说相声吗 他们乐意了 咱俩可以聊一下 那聊几分钟吧 可以 我们能聊五分钟 聊五分钟 实名老师 实名节奏了 我再下去 对 让我实名一下节奏 再一个是 雨晖的这个粉丝确实比较多 一上来就是大几十万 一会儿雨晖老师下去了 大家就是退场的时候 还是要有序退场 大家给实名老师一些 不要产生一些踩踏时间 大家有序从最后一排 慢慢的去退 然后给我一个缓冲的这个时间啊 大家看到实名老师 在这里努力的直播 就连他这样了 他都这样了还在努力 你有什么原因放弃呢 对 野百合也有春天呢 对 我每天也就是这些主播里 野百合也有春天 真的非常非常努力的那一个 然后要写好文档 跟导演不同的沟通 然后他们向我做出了很多妥协 因为太多的我不太能讲 对 有时候看见实名老师 在镜头前努力发挥样子 我就感慨 你说努力到底有什么用 对 有一些用 有一些用 不然也在这也讲不了 对 你看雨晖上来随便拿一个 他就可以任意的去讲 然后悠悠呢 看到一些可能不太会讲的 他就弹起来 就唱起来了 我怎么办 你有什么才艺 我能吃 我不会的 就是吃一会儿 是吧 就是给大家吃一会儿 我跟雨晖呢 这个 幸好你昨天其实在这说了一会儿 我觉得还挺好 大家呢 就 我昨天给你进了大量的铺垫 对铺垫 然后消除了很多误解 不然我现在直播的时候 不太敢聊你 你知道吗 我稍微一提你 然后大家可能会 撩脸 对 就开始骂 我现在不敢多看你 你知道我也都成了 我昨天 我昨天铺垫其实也有目的 就是铺垫了之后 大家骂你 一般大家也不害羞了 你说跟你不熟 大家骂你 不恰不好意思 陌生人咋张口 熟了之后 对 我俩在 别说张口都 在公司以前这种感觉 就是卧龙凤厨啊 但现在我不敢这么 相提并论的 在一块称呼了 一个农村 乡村重金属 一个农业非如流 然后这种隔料啊 然后呢 又是这种亲戚关系 我俩是亲戚关系 确实是说不太清 雨会你再描述一下 我大姨府的妹妹 是石敏老师的舅妈 对 就是非常绕 根本就搞不清楚 然后我还跑到办公室 专门找了一个语文老师 我说你给平行李 到底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亲戚 你看他最后 评论完之后 听了半天 绕了半天 他最后说 你俩这都 不是 不要说亲戚 你俩这是亲嘴都没事 这早都出了五福了 就是根本就 我当时介绍完之后 我妈妈说 然后他说完那句话 我俩彼此看了一眼 感觉互相看了一眼 感觉彼此都脏了 就是这种 真晦气 妈妈说 你跟师妹 以后要互相帮助 你们俩 可以说是 亦父亦母的亲生兄弟 对 因为他希望 我跟师妹老师 能够在北京 互相帮助 对 好 可以了 你可以休息了 你状态进来了 是吧 状态可以了 好 好 感谢雨慧老师 让雨慧老师休息一会儿 他可能还要播图书什么的 这几天也都是比较忙 他这个睡眠也都没有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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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